机场有什么好逛 现在就要坐车去另外一个行站的路 我的登机口居然在一二九 过了安检之后坐接驳车 就是从这个地方上来上来上来 然后坐电梯到这边 电梯一出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Duty Free 我之前去过乐天那边的MCM里面排了超级多人 机场的这种店一般排队的人都不会很多 然后这边也有一家挺大的Duty Free 左边坐 这里有个大的Food Court 太普通了 还真的挺全的 这里是Taco Bell 快餐 汤饭 越南河粉米线 还有汉堡 再往前走是Jumbo Juice 这里有一个公行中央阿美机场的信息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边学了语言 中文 餐厅购物只是查询几场信息 我先看一下餐厅 对比如说我现在想吃冰淇淋的话 点这个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店的位置 然后点一下巡路 哇 它指示还真的挺清澈的 有显示当前的位置跟那个店在哪里 再来看一下购物好的 它里面基本上都是乐天免税店 有卖食品的呀 玩具的呀 酒跟烟草 也就是说这个行站楼的免税店也很齐 我觉得如果你的登机口不在主行站楼 在另一个行站楼的话 提前过来订也不错 因为我刚才从主行站楼过来 主行站楼里面人超级多 到另一个行站楼之后 人就明显少了好多 我现在好想喝东西啊 找找看 诶 这个方向也有一家 Food Court A World Home 好可爱 它整个就是一个镜子 然后这里就是免税店取货的地方 如果真的订了在机场取货 一定要提前提前来 超级多 它这标识还蛮清晰的 就会看到一个大字 Duty free pick up 免税 贫穷 啊 在我的登机口附近 居然被我发现了一家甜甜圈 每次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像火焰选飞一样 好开心 吃得够好 太甜甜了 又要是多好 乱菜 吃得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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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香 谢谢 这个顶叫做 我真的超级喜欢这家甜点圈 这个是他们家的蜜桃冰茶 其实一般去机场的话 我只会提前两个小时 但是如果是仁川机场的话 我一般都会提前三个小时 然后在这里吃顿饭 因为我觉得仁川机场里面的饭店 不比其他地方的机场来说 不会乱收费 而且种类比较多 基本上连锁的餐厅 这里面都有比较齐全 就比如说甜点圈啊 麦当劳啊 星马克啊 而且这里免税店也比较大 所以说就可以早一点来机场 如果海关多的话 也不怕会迟到对不对 如果过海关的人比较少的话 就可以进来多光一光 幸好我今天是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 今天的海关人最多无别 如果我不是提前三小时过来的话 我可能都赶不到飞机了 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样影片的话 来点赞给同意的太一张 加准备 变成点赞给观众我们的频道 拜拜 谢谢你 提到最后啊 你赞了吗? 分享了吗? subscribe了吗? 一起继续订阅我们的世界带图啦 带团那儿 大家一起继续订阅我们的世界带团 感谢观看